各位玩友的家欢迎收看时到来 我是老徐 如果您没订阅我频道的话呢 欢迎在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节目更新的话呢就不会错过 好 接下来 咱们还是照着惯例盘点一下这周啊 或者说最近的这个 岁末年初啊 和台湾有关的一些消息啊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两条这个新闻 岁末年初的话呢 我这个一直觉得有很多事情 悄悄的在发生 就在大家不经意之间啊 这个很多事情 就已经发生了啊 比如说你看那个 1月1号开始 就整个的这个元旦一过啊 香港新一届的这个立法会 所有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委员 今天呢纷纷都开始履新啊 宣誓就职 那么从此以后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我们一直说的这个 这样的精神呢 就会得以实际的这个贯彻啊 那么相信这个以后的这个 香港的繁荣稳定啊 一定是清晰可见 至少说这个 就给我给我整个的这个新闻里面 我看到那个观感啊 我是觉得这个香港的这个 立法会的委员的宣誓就职啊 确实给我感觉是耳目一行 有有确实不一样的那种精神面貌 而且每一个的这个委员的话呢 好像都是雄心勃勃啊 因为之前已经介绍过 因为整个的这一届选出来呢 是有了这个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立法会委员的这个选举的办法 那么有人可能不知道啊 他说这个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行政级别的这个团体呢 其实很简单啊 你把它相当于整个的这个类比吧 当然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特别的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啊 我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立法会的委员 你就这样来理解 比如说这个 郭静静的老公霍奇刚 现在呢就是香港新一届的这个新的立法会的委员 所以说他要再往前走一步的话呢 首先你得是委员 然后呢 如果你要说这个 你要你要按照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行政体系来说的话 当然就是进常委啊 进了常委以后的话 那么当然就是再往前一步啊 咱们先不说这个 咱们先来这个说一说这个两条可能不太好的这个新闻啊 前天的时间在云南凝朗 有了5.5级的地震 22个人受伤 没有人这个死亡 就在这个十几个小时前台湾花莲 6.4级地震 这个花莲的那地震的话呢 一共是有几次啊 级别最高的一次是6.4级 目前的话呢 没有得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消息 据我所知 这个蔡小姐肯定不在嘛 对吧 她不在那个花莲嘛 当然首先我要这个还是要说啊 这个岁末年初 毕竟还在这个新年的这个气氛里面 还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平安啊 健康 不要在这个 在这个天灾人祸的面前啊 有发生各种各样的惨剧啊 包括蔡小姐啊 包括这个 真昌啊 包括那个吴钊燮 包括他们几个人啊 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坚持到这个解放军 敲开他们办公室的门的那一刻啊 在这之前的话呢 都要好好活着啊 这个健康的 这个坚挺的 挺也要挺到那一刻 对吧 不要早糟的就就什么 得了哪个病啊 就去医院对吧 长期卧床 千万不要啊 一定要坚持到解放军 敲开你办公室门的那一刻 那么呢 就天下大同了啊 咱们来聊聊台湾 整个台湾的话呢 可以说啊 对于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广大的这个 执政的这个人士来说吧 我相信他们最近整个心情应该是 比较的压抑啊 大家知道尼加拉瓜 之前已经和 所谓的那个台湾 对吧 已经断交了吗 弃暗投明 恢复了和这个 中国的这个外交的关系 和北京断交以后四小时 北京宣布和他恢复这个建交的关系 建交关系恢复以后的话呢 然后尼加拉瓜 为了贯彻 一个中国的原则 为了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 把所有遗留在 他国家的这个台湾的 当局的那个资产 全都交给北京处理了 说实话 我是觉得肯定这个不是北京的这个要求和说法 我们本身也不会在乎那个这个撒瓜俩枣对吧 不会在乎那么点钱 但是整个的这个尼加拉瓜这个态度啊 就感觉说他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尊重 你当然应该由这个国家的这个 唯一的这个认可的这个中央政府来处理嘛 那就是北京嘛 对他这个态度的话呢 我相信啊 还是会比较满意啊 所以他们呢 其实也很会做啊 包括这个 把这个所谓台湾资产 移交北京 还有一个呢 就前这个住击加拉瓜 那个台湾的那个大使啊 目前呢 好像下落下落不明 也不回来了 然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话呢 也宣布对吧 以这个叛国罪来这个谴责 那个好像已经是 弃暗投名的那个 这个钱住击加拉瓜那个大使 就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你看得出来啊 大势所趋 每个人都明白会发生什么 每个人都知道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 你该做什么 只有几个少数 能够在这种火中取利 对吧 杀鸡取软的这种祸害 天下老百姓 祸国殃民的事情里面 能够获益的人 谁呢 就是真昌 昭谢 对吧 蔡小姐 就是那几个人 完全倒向美国 自己呢 捞一个盆满钵满 然后呢 2300万老百姓 就被他坑了 但是问题是 能够有权力 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他当然要找机会 弃安投明嘛 这么明明摆着的事嘛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像这样的事情 越来越多 任由你在那儿哇哇叫 叫着这个叛国 叫着那个叛变 但是你发现啊 这个数字越来越多了 你可以去 靠着这个网军1450洗地 对吧 污蔑造谣 把所有的问题 上升到意识形态化 赢得所谓的那些公投的选举 但是问题是这个改变现状吗 没有用 咱们说RCEP RCEP1月1号开始已经生效了 这个之前的话呢 其实 做了不少节目了啊 我相信这个 看我节目的网友的话呢 应该都知道 RCEP整个呢 是全世界第一大的 这个跨地区的这个 多国家 多边的这个经贸协定 整个在里面的话呢 东盟十国再加上这个中日韩 光是中日韩的话就已经是22万亿了吧 中国中国的话 今年整个不出大的意外啊 17万亿左右 日本呢还是5万亿 加一个韩国的话 1万亿多一点 23万亿了 23万亿 你再加上这个东盟的话 26万亿以上 26到26.5万亿吧 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啊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世界经济 整个GDP的30%了 而且你要知道在最后一刻啊 那个莫迪 莫迪先生啊 他领导的那个所谓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民主国家 印度啊 还玩了一把这个Cold Feet 临阵退退缩了 对吧 其实我是觉得莫迪这把呢 是非常的不明智啊 因为你要知道你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啊 敬酒不知吃法酒 该你现在加入不加入 等到最后的话呢 你要知道啊 你印度本身 你的这个工业化 根本就没有完成啊 你整个的你 在面临所有的整个的这个东亚地区 所谓叫什么亚洲人主导 亚洲人所有 他整个的产业链消费链 都是在重新洗牌 每个国家都在抢着 在这个产业链消费的里面 占一个这个有利的位置 你呢偏偏把自己要宅出来 所以呢最后就造成什么 大家都玩得很溜 大家互相FTA啊 对吧 原来要要有关税的 不要了 原来要收100%关税的减免 那当然都都很舒服啊 都是吃得很开心啊 只有你印度的话呢 在那眼睛看着人家 要不了多久 可能两年三年快的话呢 也许就一年两年 我相信这个莫迪啊 就会给这个习近平打电话了啊 这个 这个 习总书记啊 咱们是关于那个24M再聊聊吧 到时候你要再进来 你知道啊 你求着人家 那这条件就不一样啊 所以说我觉得印度这把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的这个愚蠢 当然你说从意识形态来说 他愿意导向美国 对吧 愿意以这个姿态来告诉美国 我是一心向着你的 你要给我吃肉喝酒 但是呢 这个 他整个的这个做法呢 又不是特别忠诚 因为你看他买的这个军火 对吧 买了很多的那个俄罗斯的军火 而且呢 这个 法国的这个军火的话呢 印度也很多 他自己家里面是万国博览会嘛 所以美国人其实也看得很明白啊 他用印度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句不好听啊 就是当一条这个对吧 很听话的一条这个迪欧级在用 因为他知道嘛 这个真正的跟他是一家人的 就是他最亲的那几个这个白皮的国家 他自己的新儿子 对吧 加拿大 自己的一个这个放在流放在外的这个 这个儿子 澳大利亚 还有呢 就是他爹 就英国啊 就就这几个白皮的国家 昂萨 这个呢 是所谓是最亲的 一级的盟友 剩下的你说像日本啊 像印度啊 其实就是说句不好听的 不用白不用 你愿意给我磕头 那我就用你 对吧 用到哪天 觉得你这个棋子 该交易了 就把你交易了 这就是美国人正常的思路嘛 而且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国人 大量了吧 都觉得这个 我为了自己国家利益出发 我这样做 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 你继续啊 你继续 咱们接着说 你要知道整个台湾 他出口的70%啊 都是出口到这个整个RCEP的这些国家里面啊 所以呢 给我的感觉啊 在这个中国主导的这个跨地区的这个多边 经贸组织协定RCEP里面 将来整个的台湾会面临的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要知道 随着这个中国制定的这个包括说你说电子商务的原则 包括进出口的那些这个一些这个具体行业的一些规范 整个台湾他本身就是对吧 资源有限 他就依赖 必须要依赖跟其他国家和地区来做这个经贸啊 但是问题是大家整个在这个大的游戏规则里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都受惠于这个这个RCEP的这个条款的这个规定 你要知道RCEP我之前就说过和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经贸协定 最大的两个区别 第一个从1月1号开始 有80%的东西原来是有关税的一下子到零 而且从1月1号开始直接生效 他不像有一些这个跨地区的双边的或者说多边的一些FTA啊 他整个的是要有一个这个逐渐的这个减减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RCEP的话呢就比较刺激 一把到位啊 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准入的这个门槛不是那么高 当然反过来说啊 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着眼的机会呢 一定是两个 因为中国是一直是倡导这个多边主义嘛 我们本身已经已经是 目前已经也是呃宣布要加入这个CPTPP嘛 因为美国从那个TPP退出来以后的话 中国就要去了 中国就要去了以后的话呢 其实日本呢 是必须要演戏 他心里面是高兴的不得了 但是表面上呢 要装作啊 就是不理你 就是要这个和你吵 就是要给你这个增加障碍 因为他必须要 必须要整个的这个过程要演的必争嘛 不然的话 对吧 你毕竟来说 你家里面还有那么多美国大兵在你家里啊 所以说 该演的戏啊 对这个 该这个骂的这个人呢 他必须要一句一句的都要骂出去啊 但其实日本心里面很高兴啊 韩国也是一样 迟早呢 这个中日韩的自贸区是一定要签的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RCEP不是我们的这个终点 只是我们完成中日韩自贸区的这个中间 非常坚实 重要 而且是非常这个稳健的一步 但是这个我国的这个台湾省 他的这个想法就不一样嘛 对吧 他整个的当然一定会说啊 美国倡导的那个 这个CPTPP 这个才是正宗 这个才是比这个RCEP更高一级的这个跨地区的这个经贸组织协定 当然问题是中国也已经申请加入 而美国已经明明确的说了啊 他不会再申请加入这个CPTPP了 其实给我感觉的话呢 美国呢 他其实现在啊 已经看明白了 就是在这种跨地区的这个经贸协定上 打遍天下无敌手 就是中国 他和中国去玩这个没有没有什么好比的 而且越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 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比如说你说到今年对吧 整个的这个2021年过完 你再看整个中国GDP已经美国四分之三了 去年那个时候还 百分七十好像还还没有完全到 现在的话已经四分之三了 百分七十五了 明年的话很可能就百分之八十八十几 要不了多少时间对吧 英国的这个有几个这个经济学家 我看了2030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 我们只是说一个中国在增长的一个速度啊 你要知道美国这个速度还不一定光是增长的 有些发达国家对吧 常年是这样 甚至是这样的 不要觉得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不是啊 所以说经济总量是一个方面啊 但是问题是你真正的这个国家的总资产 你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的制造能力 这个东西啊 美国人早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看上去很胖 但其实的话呢 大量的全是虚拟资本 虚拟经济 玩这个杠杆的 你觉得那玩儿是这正常的健康的表现吗 就像一个吸毒的人 精神萎靡的不得了 每天晚上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他他什么 必须要先来一枕 这枕不来的话 他整个就就连人都不是 美国目前的话呢 因为打的太多了 暂时啊 要停一停 但是问题是暂时停下来的人 你觉得他就不吸毒了吗 他一定会在吸的 我的这个比喻 吸毒什么意思呢 就说的是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放水 其实就相当于吸毒的人去吸毒 一样的这个感觉啊 咱们说回来 其实整个给我感觉的话呢 长期以往 整个的随着这个RCEP的这个已经开始实施啊 台湾呢 因为整个的这个 他自身签的这个FTA相当的有限 对吧 因为你又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嘛 而且呢 随着更多的国家之间 有了这个RCEP以后 他们玩这个FTA也会越玩越多 都跟着中国这艘大船嘛 对吧 而且因为他台湾整个没法玩 因为你没法玩 而别人的越玩越花 所以整个的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以至于最后造成什么呢 甚至会造成最差的结果 有些行业 对吧 甚至有些是台湾原来很领先的一些行业 对吧 像这个半导体电子啊 有一些这个精密仪器啊 就这些东西的话 你要知道 随着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受贿的程度越来越大 会倒逼什么 他原来的有一部分用于研发的利润 没有办法 他只能用于扩大再生产 整个的这个产业转型 对吧 技术改革会延后 慢慢的 他原来有一些领先行业的优势 也会disappear 没了 因为你不在整个的这个框架里面吗 所以说解决台湾贫困的这个方法 就是 有两条嘛 对吧 第一个你要这个重新认识到这个解放回归整个大陆的这个重要性 当然那我要说这个第二方法呢 可能就是 怎么讲呢 呃 也许是个方法 也许不是个方法 大家这个反正就一听一听一乐的事啊 就可能你把那个蔡小姐啊 给他这个 对吧 你要知道历史上有个事件叫西安事变吗 对吧 有了西安事变从此以后的话呢 这个国共的这个谈判呢 就有了一个这个稳固的一个前提 蔡小姐整个的对吧 你们自己考虑啊 怎么样一下以后 也可以有一个这个稳固的一个这个和平谈判的一个前提啊 未必很多事情啊 是非 只有一条路不可 有些事情其实其实不止一条路啊 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啊 反正给我感觉的话呢 整个的这个 呃 可以想见呢 将来一两个月之内 整个台湾当局一定会啊 全力主推 CBTPP 而且一定会用这个东西啊 作为一个对外洗脑的一个这个 一个工具吧 因为感觉CBTPP的话 前身是那个TPP嘛 是美国这个主导的 虽然美国现在不在了 他会说这个才是一个更高级的 对这个准入会员要求更高的 更何况这个东西现在在里面的话呢 日本是主导的 那么日本是主导的感觉台湾要进去好像挺容易的 对吧 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已经已经已经先于台湾递交了这个 要加入CBTPP的申请了 对吧 你放着14.1亿的这个人的市场 和你放着这个2300万 这这个题目不用我说了吧 所以长此以往的话 我相信这个随着这个RCEP的这个已经开始实施啊 亚洲的这个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经济的崛起 应该是已经势不可挡 你要知道东盟其实是目前整个中国啊 贸易往来的第一大的地区 第二大是欧盟 第三大是美盟啊 开玩笑就美国 美国其实跟我们的贸易关系啊 比较多的 但是一直不是第一名 他就是 就是你国家来说是第一名嘛 对吧 但整个地区来说 东盟是第一 欧盟是第二 美国是第三 第三的话呢 你要把它再降到第四是不可能啊 他肯定是前三名 但问题是啊 双方其实都离不开双方 我们呢也觉得美国很多东西很好 美国呢也觉得我们很多东西离不开 就这样一个关系啊 但是就在这种 在这种谁都离不开谁的状态下 他呢老是一心想着要掐死你 他问题是 越掐好像我们我们整个的这个脖子越粗啊 好像有点卡不住的这种状态了啊 反而他自己这个手好像挺酸的啊 目前就是这种状态 整个台湾的话呢 我相信啊 最近一个月吧 好像应该好消息比较少啊 应该不太会有很多的好消息啊 咱们再看看吧 好吧 反正这个才是新年第一周啊 还是祝大家这个新的一年 工作能够顺顺利利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频道 并在下方告诉您的想法 好 谢谢